这位被誉为铁人的1205钻警队队长王晋喜 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拼搏苦干的作风 把自己的名字和大庆石油会战紧紧连在了一起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 在没有装卸设备的情况下 王晋喜和他的队员们靠着人拉肩膛 硬是把60多公众的钻机搬运到了警场并安装了起来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 第二口井达到700米时发生了紧喷 危急关头 王晋喜带头跳进碱性极强的水泥浆石 用身体搅拌水泥浆 最终制服了井盆 洞磨牙 金蚀那山称 玉浦그 我愿諾是要宫人多荣耀 blush在你灰灯 CC ada 金河的大工大 家人将天迎照样 航空轮山下送晚乡 天不怕 地不怕 光学雷点脸水啊 我为祖国解释友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家 金河三年多分战 1963年当年 大清油田坎原油达到439.3万吨 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 这一年的12月2日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庄严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 现在可以基本自己了 中国终于把贫油的帽子 甩到了太平洋里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